情歌Laughs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 你肯定这么长时间你都得去了解认识 他们害羞的话 我就得先迈出那一步去了解他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换位思考 我现在想一下小兽谁不爱玩 小朋友肯定都是喜欢玩的 你想想 他们都是小宝宝 毕竟小朋友天马行空的想法 还有调皮 这都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没想到这个调皮感 和天马行空的水平 是我们当年和他们同岁时候 没法去比的 我们那个时候可能知道的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什么手机 也没有各种什么APP那种软件 可以去了解更多的世界这样子 他们其实现在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代 什么都知道 我知道他都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也可能知道 真的 其实我教学的方式都是蛮 其实是蛮认真 蛮严肃的 但像这么小的小朋友还是第一次 我会变着方法 不一定非是一个方法用到底 我会根据每个不同小朋友的状态 改变我的教学 课程的氛围啊态度啊 怎么样子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了 师傅我要跳舞了 BY PORTWAY starts 上 幻灯